郝佑宇就孝空再去在新北市 来举行到国际家会 外国的媒体把重点放在两判的政势和台海的风险 郝佑宇说会对世界兵做万传的准备 他说在他的任来 不去达到统一的问题 郝佑宇又共调说 台湾可以来丹任到和平的促进者 没有战机要好好来协商 若杜孝空是在要緊這個時間 說開這個國際記者会的時間 他們一定要比六千多 比較久 賴清德給他們五十八分鐘 我要比賴清德長 時間到了 還不能結束 連接受訪問的時間也在比较 這個郝佑宇跟杜孝空作會調開 國際記者會 兩人一起作會 中國放中華民國國旗 現任各國媒體也關心兩罐疑點 如果習近平邀請你年內去北京 去行回谈的話 你會不會答應去呢 我在我人家裡 我不會指定同一個問題 台灣的中間入縣以內 自己的實力是最重要 就像我當 回憲之刑警出身 我犯案啊 犯案要跟對方談判 要跟對方溝通 你自己沒有攻堅部隊 你憑什麼談判 民進黨不能什麼都講中國戒選 everything is 中國戒選 兩人都反對中國概入選舉 郝佑宇共同說反對中國概入台灣的選舉 台灣是民主自由國安 郝佑宇當時公開建設中間的軍事行為 大陸的戰績經常過來 那叫現狀嗎 如果兩岸之間 不小心一次激發 那問題就來了咧 國民黨上台之後呢 不接受一國兩制的話 那兩岸之間還有什麼基礎進行 這個對話跟溝通 我們兩個都不是 傳統典型的國民黨 不管中共怎麼想 我們自己啊 就是站在台灣的準確裡面 台灣的準確裡面就是希望我們 現在就是維持現狀 不過中國跟美國關係這麼緊張的東西 何況會怎麼做呢 How will you balance Taiw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US 美國是我們堅定的民主自由的同盟國家 我們現在台灣最大的共識 就是中華民國憲法 是來面對大陸的兩岸關係 民對外國民體問不算 好恐怖的說到兩岸國際議題 也說美中台三方面的部局 在孫前到最後的階段地球對關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憶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